还有人记得众地的那帮人吗 我可是差点就给忘了 要不是有朋友来提醒我 宁七一三都来了也走了 众地的弟弟们差点就成了珍贵的回忆了 也幸好去看了宁七一三和众地弟弟们这一期 又是笑又是哭的 看完了空虚好一阵子 好笑嘛你们懂的 本来看一帮弟弟啥都不懂 猛汉探索是众地已经够好笑了 再看后面每期来的嘉宾都被他们忽悠着投资众地 据我的不完全统计 他们现在靠半出吃老虎得到的投资已经有十万了 我就等着看年七一三们来了 一是累死累活的干活 二是为他们忽悠着投资 之前的诺头已经看到宿秦死都不下车了 更不用说下地了 正片咱也是看到了 还没到地方宿秦就想下车 毕竟秦芳不是傻女游胜地 是要往酷腿下地种包菜的 是否咱可以选稍微绕一些的路 我想欣赏一下周围的风景 这个城市我比较陌生 可以咱们再转一会儿 比他们早点来的路虎张远 现在就是恨 恨自己怎么就是早来的那一批了 很明显没有得到做哥哥的待遇 进门打招呼都有人沉迷电汉 无心回答 就是说和一般的综艺还是不一样的哈 天大地大 活最大 你好 你好 他听不到 你好 除非聊聊搞投资 哥可以考虑一下投资我们的 可以考虑投资一下 是了 看了好几期忽悠投资的内容 我现在已经基本清楚 弟弟们忽悠投资的套路了 就是在嘉宾们刚来的时候 还处于被挪了一片麦子地 又是羊又是鸡鸭鹅 又是玫瑰蘑菇和菜地的 这么大阵兆还没感叹完 猛的和他们聊投资 一般人都会稀里糊涂 好好好 都给投资了 但您713是什么人啊 虽说怒虎和张远 至少在这个再就业蓝团里垫底 好歹也是比弟弟们多吃了十几年饭的 屁股还没坐着就听弟弟们谈投资 至少盆地哥哥们还是持犹豫和观望态度的 虽说缩使他们投资的是蘑菇 收的七千多块的投入 蘑菇收益快 收益还几乎是百分之四十 但您713又精又穷是出了名的 那犹豫还是要犹豫的 只是戚风对手了 忽悠投资自身弟弟团队 基本上对一个眼神就知道要用什么战术了 开始了一些不用商量就能接上的话术 这个说我们不要投资也可以的是吧队长 队长赶紧结枪 啊对啊 邀请你们投资可是友情呢 只要我们自己投资自己赚 那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围观的弟弟七嘴八舌 甚至评宫造饼说我们这项目可多人投了 这可是让你们赶上的呢 张远白眼一番 那么多人想投呢 对啊 小狐狸碰上老狐狸 买卖是能这么谈的吗 但古话说的好 来都来了是吧 我们再就业蓝团再求也不至于穷到 投资不了七千块的蘑菇是吧 这项目他们投了 并在蘑菇种都没买到的情况下 已经开始琢磨怎么用古东的名字秘密蘑菇了 远姑虎姑的还能理解的 叫青姑这是给我消惨了 还得是你们这帮老东西啊 我说啊 张姑 远姑 远姑 虎姑 虎姑 所以我们在一起都是青姑 我总结了一下经验的 就是在种地吧这个节目里 基本是不能再和弟弟们的投资局里败下阵来 一旦哥哥们想着 算了都是弟弟 投资给了就给了吧 基本就是一个酷炸子都不剩的结局了 刚谈好投资 弟弟们就安排了 股东们给了钱接下来要怎么干活的基本路线 给一帮老狐狸气笑了 立下了十分恶毒的诅咒 我跟你讲 我看到了 你们今后就是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此时的三位还没意识到 说掉酷炸的第一步是让步并投资 第二步就是开始心疼男人 啊不 心疼弟弟 尤其是那天晚餐 先来的几位哥哥给十个弟弟赶上伙食 点了一桌的外卖让大家大快朵頤 好家伙 开饭场景由入圈开闸 尤其是吃到后半场还有军须绕圈时吃法 场面可以说十分壮观了 我转起来 流水席今天是 你把路让开快 转大圈转大圈 几位老哥哥看的是老怀心慰且莫名心酸 本来来的路上还做好了要和大家谈音乐 谈理想的 来了一看都是重力大小伙 累了一天下来看到饭菜也冒精光 此时谈理想似乎还真是有点冒昧了 甚至饭都不好意思多吃他们一口的 用老父亲看出在近时的慈爱眼神 看他们吃饭也不失为一种礼貌 这场景慈爱吧 我都给看感动了 说不知在哥哥们按下决心 这两天就让孩子们吃好喝好的时候 弟弟们嘴里吃的冒油 心里的算盘崩我一脸 有的人还在猛住进食 有的人已经开始盘算着 怎么你用这难得一顿的丰盛美食 敲打出以后每一顿的丰盛美食了 以后把每次飞行嘉宾过来 给我们带着菜 我们打印出来 就挂起 我觉得可以 对比一下 杀人出心 不过也是一项更比一项高就是了 这边弟弟们到处拉投资 那边节目组要来算账了 中了三个多月地的弟弟 是到了要还钱的时候了 这帮弟弟可是欠了节目组二十多万的 可是被导演说 节目你没还完 节目结束的弟弟们也还是要还钱的程度 可算是泪云混的最惨的弟弟了 有人用一年半载飞升 有人用一年半载种地 不赚钱还未可值 下了节目只不定还要被追着还钱 节目组就是这么赚钱的是吧 还不起咋整呢 还不起啊 还不起 在接下来 你们会一直要还 就即便是节目停了以后 你们要把钱还了 不过我也说了 这期看得又笑又哭的嘛 虽说弟弟们狗了点 但不正点的年七一三 碰上这帮弟弟还是认灾了 就要是孩子们能把弟做到这个地步 也真是不容易 最后来的大哥听歌几个说孩子们可怜 硬是在镇上买肉买菜买水果 成千成千的买 一箱箱的往屋子里搬 到了地方看到的第一个弟弟 还被他认成了工人 心酸的好笑就是说 除了哥 辛苦辛苦 我们这些东西放哪好 你刚刚真的没有转过来 我以为是这边的工人 当然了 以上也就是感动到有点鼻酸罢了 这期让我比较牵挂的 就是弟弟们养羊的日常了 本来当初他们决定要养羊 以及在初期找哥哥们要投资的时候 曾经是大放厥词 养50只吃40只 但谁能想到 后面的养羊日常 居然能养孩子次的揪心又凶险呢 民期一三这一期 就有只羊病了 别的羊吃饭他不吃 自己到一个角落里蹲着抽抽 养羊老父亲养敦豪 四处打电话找兽医 得知是得了严重的肺炎 兽医又不能及时赶到 电话给开了要让他们买吧 还四处都买不到 最后在买羊养殖场配到的药 人生第一次还要学着给羊打针 真是让人好有养孩子的代入感 哎呀好了好了 哎哎退下 退下退下退下 退下 好哎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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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了最新一期 羊羊进度快进到了怀孕母羊们要分娩了 这事的苗头还十分惊险 是赵一博在日常查看羊圈的时候 发现有只母羊半夜分娩了 产下的三只小羊却死在了羊圈里 场面一时可以说是震撼的 等几个负责养羊的老父亲 屁滚料楼的来看情况 也只能接受现实了 实话想看这段真是不忍心 尤其是这帮弟弟年纪轻轻 上这个节目种地 挖到地里一条羞蚓都要一蹦三尺高的 眼睁睁地看着这三只小羊尸体躺在眼前 确实是心理上一时接受无棱的 问了医生以后 确定是母羊早产了 还是在半夜无人知晓的时候早产 小羊自然是没有得到提示救治和处理的 看羊圈监控这里 确实是有点挑战心理了 嗯 站不动一起 哎 然后活的第三只 你还说的感觉 这个第三只完全可以活 嗯 不知道吧 包括后面还要把小羊尸体送去专门的地方处理 如此直面生命的市区和城区化的处理 真的是让人好难受 这里面全是尸体吗 对 那我们这个带子 哦 好好 其实我看种地 看的是节目宣传的那样 读打耕耘和收获 但看进去了你才知道 耕耘呢不仅是龙作物这样 好像生死并不是很壮烈的生命 其实还要直面鸡鸽鹅羊 这类生命力相当强烈的生命 难受是真的难受的 但后面又能看到母羊正常生产 半大小伙子前一秒还在厨房准备做饭 后面就被通知又有母羊要生产了 然后在收获的指导下 什么都不用做 就静静的旁观 母羊生仔一只又一只 看到小羊在妈妈的铁饰后 跌跌撞撞的站起来 别爸看了都要流眼泪 并放下打祥指的手 其实这帮累与弟弟们被安排着来种地 看节目的观众虽然热闹看够了 心里大概也清楚 他们重力只是一种生命经验 一种节目需要 大概率也不会成为他们的生存需要 但在看到母羊生产这一集的时候 一种浓烈的生命力攻击了我 我想弟弟们也不会忘记 既不会忘记一些蔬菜粮食 是如何在自己手中从种子变成果实的 也不会忘记一些羊羔们静静死去 一些羊羔们新鲜地站起来 人被一些亲眼见过的生命抓住过灵魂 也许也多了一些力量吧 给我看舒服了 你们呢 下期是浪姐二宫测评了 等我们见不散